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有哪三則科技新聞呢 我們一起來看吧 好 我們來看第一則新聞 上禮拜PS5正式發售 但是價格一直沒有公佈 還有發售時間 但事實上其實 在公佈PS5機器的時候 那時候 國外的亞馬遜 已經先流出2TB的主機價格 折合台幣大概18000左右 但那個網頁隨即就被下架 不過呢 有很好的豬隊友 叫做法國的亞馬遜 他也爆出了有PS5的一個頁面 那他的價格呢 是數位版本 因為這次其實PS5有兩個版 一個是數位版 一個是有光碟機的版 數位版的折合台幣是13000 光碟機的版本呢 折合台幣是17000 老實說 我覺得數位版本還蠻可以接受的 13000 他只是沒有真的 而且接下來5G我覺得 用下載的話 我覺得效能應該會更快一些啦 那但 這個網頁也是馬上就被刪掉 只是說呢 有眼尖的網友看到說 他上面網頁有寫 PS5呢 正式發售時間是 11月20號 那美國有些經銷商呢 也間接有說 12月就會開始出貨了 大家期待嗎 我很期待我的空氣清淨機 在今年的第四季就會來了 我們來看第二則 第二則呢 是HTC 昨天在台灣正式發布了兩款新機 一款5G手機 它定位在中高階 U20 另外一款呢 是中階手機 叫Desire 20 Pro 好 那先講一下 U20 5G版本 它的大小呢 是6.8吋 那8GB的RAM 256GB的儲存空間 定價呢 它是目前台灣正式會開賣的5G手機 算是最便宜的 因為它不到兩萬塊 是18990 那正式出貨日期是8月 好 7月就開始預購 那以這隻手機來講 它左上角呢 是開口 正面 好 那它前鏡頭呢 是3200萬畫素 背後呢 有四鏡頭 包含了4800萬畫素的主鏡頭 還有800萬畫素的 118度的超廣角 然後它的那個 微距鏡 跟那個 那個什麼 景深鏡 都是200萬畫素 然後可以夜拍 然後4K錄影 那中階的部分呢 Desire 20 Pro 是明天就開賣了 6.5吋大小 6GB的RAID 128G儲存空間 然後有兩款顏色 一個藍 一個白 那這兩款手機 共同的特性是 多鏡頭 然後呢 大電量 還有什麼 它背後有實體指紋解鎖 背後有實體指紋解鎖 好啦 有些人還是真的蠻喜歡的 那大家 如果喜歡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來 去選購 看你要中階的 還是你要直接入手到5G版 因為5G接下來台灣 沒有意外 7月就會正式開台了 那只是說 大家在買5G手機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你5G呢 還是有一些 它的 支援的 那個 訊號的部分 看它是 有沒有支援毫米波啊 這些的 我之後會拍一集 就是說你選購5G 5G 5G手機 有哪些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好不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三者 第三者 第三者新聞 就跟iPhone12有關啦 最新的流出呢 Twitter 有什麼 開模的模具工廠的樣品 就是那個打模具 那這個模具呢 其實從這模具看出來啊 其實 我覺得它就是跟 兩年前呢 還有或者是現在的 像我這台是iPad Pro 它呢都是什麼 方正的設計 然後呢 他們會把它弄成像 雙鏡面的平面玻璃的設計 那目前我們從這模具看得出來啊 它是 應該是 流出的尺寸是四款 那包含5.4吋 6.1吋 跟6.7吋 那 可是 6.1吋是兩款嘛 那這樣子為什麼 它會有五支手機的模具 有時候呢 在做模具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 你先把模具做出來 好 那然後你這個模具呢 它有時候呢 可能要去做比對 那甚至於呢 如果這一款手機呢 他們可能認定量比較大的話 它這一款手機的那個 那個模具可能要多做一副 甚至於兩副 我以前呢 在幫那個超商做公仔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做那個公仔啊 一次那個模具一開下去 就十幾副 但是 不一樣啦 因為手機這種模具都超貴 我們弄公仔模具很便宜 那三四十萬 好 所以從這模具看起來 我跟你講 應該還是就是四款 那模具呢 正面看起來呢 它的Face ID呢 那個瀏海好像是沒有被剪掉的喔 然後另外呢 背後呢 大家很關心的相機模組的部分 因為它是模具 所以模具你看不出它是幾個鏡頭 好 所以 目前呢 進度是這樣 那我覺得 現在流出來也是對的 因為 現在已經六七月了 剛好在工廠在做試模的動作 那 試模完沒有問題 然後就會開始什麼 量產了 但 還是 我之前說的那句話 它的發表會呢 還是會延到十月 好 那我們最近呢 可以先期待WWDC 好的 今天晚上的影片 大家一定要看喔 因為我們今天晚上呢 我們的Tim哥實驗室 90元的 C to Lightning 快充線 跟 正版的 還有原廠的快充線 到底有沒有差 晚上見 好可怕 今天 出品 對 你的 你的 其實 想要 把 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